据外媒报道 美国正寻求对台出售价值超过20亿美元的武器 对此 在6号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对美方的有关动向表示严重关切 敦促美方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据路透社报道称 美国政府有关对台军售的非正式通知 已经送交美国国会 稍后将发出正式和公开通知 潜在的销售包括108辆通用动力公司的M1A2坦克 1240枚陶式二型反坦克导弹 409枚坚扛式标枪反坦克导弹和250枚独次便携式防空导弹 价值约20亿美元 报道称 这项军售计划可能会在30天审核期内获得批准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当局防务部门6号证实了上述消息 36号下午许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 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充分认识售台武器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严重危害性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有关规定 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慎重妥善地处理涉台问题 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的和平稳定 建议 洛杨